我送我的午餐了 哈喽哈喽 我是嘉明 杰明 然后呢 现在午餐的时间呢 很想吃住见面还有拉萨 这个是槟城的道地的美食 所以我现在就带你们去 看一下我去哪里打包哦 然后现在呢 都很方便啊 你可以在网络那边呢 就要预订你要吃什么东西 就直接在这里 所以 刚才已经订够了 OK 我现在到家了 然后我现在就要把我的福建面的汤 还有面 弄烧 还有这个拉萨 拉萨的汤 OK 我的汤已经滚咯 所以现在我就要把它淋上去我的面 耶 我要来开动我的午餐了 第一个就是我要吃的福建面 比南的福建面 哇 香香的虾味 它的汤是用虾熬成的 哇 这个福建面它的虾味真的很浓 然后有一种古早味 先吃一遍 哇 好吃 我们冰城的福建面哦 它的汤是用虾做的 然后我还记得以前我去金包读书的时候 那边的福建面是点福建面的时候 它福建面是炒的 所以你会去掉KL哪里啊 小分钟心你会看到 诶 冰城福建面它就是长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冰城的福建面哦 里面呢通常都会有蛋 然后有黄面还有米粉 然后这档呢 它的汤真的很香 那个汤是虾熬成的刀汤 然后如果朋友看到呢 你们应该就会叫这个叫福建虾面 然后里面呢还有这个钢供菜 还有豆芽 这个是我们冰南人的美食 很多游客啊 来到我们冰城呢 都会点这个华格米式的 哇 好吃 汤都要给我喝完了 OK 接下去呢 我给你们看我的鲍鲍 看鲍鲍 看一下我鲍鲍的面 就是这样 它是属于这样比较Q汤的 OK 鲍鲍鲍的汤呢 主要它是鱼汤的 它是鱼熬成的汤 就是酸酸 有一点辣辣 其实有一点甜甜甜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很好吃 吃鲍鲍鲍真的很开胃 我不喜欢上虾膏的 我也不放辣椒 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辣的 就可以放一些小辣椒 我要开动哦 好吃 我刚才网络里没看到啊 诶 其他地方的鲍鲍 诶 它们还有放蛋 但是来的比较正宗的鲍鲍鲍 我跟你讲 会放什么 就是会放这种菜 这种菜是生菜 OK 可不然是鱼熬成的鱼熬成的汤 可是鱼熬成的汤 可是鱼熬成的汤 切这种大葱 好喝 然后来放黄鱼 切片这样 嗯 好吃 汤就是鱼熬成的汤 然后加上它的面 哇哦 很滑很好吃 就是很很 如果啊其他地区的 他们讲辣萨的话 诶 很奇怪哦 它就会变成我们的这里的咖喱面 然后如果讲说你要吃Penang 就是长这样子的 我小时候吃辣萨的味道 有点微辣微辣这样子 酸 还有芥蒋盆哦 哇 我今天的下午的午餐真的很丰富 芥蒋盆里面有甜酱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粉 然后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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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 再放酱铃下去 哇 好吃 这样子就是一道美食了 嗯 香味 有葱的香味 耶 我吃完了我的午餐咯 所以我今天就是很满足吃了我这个 哇 已经很久没有吃到的 福建面还有拉萨 所以现在已经很方便了 你可以直接WhatsApp Message这样子直接去 就可以外带回家弄烧就可以吃了 然后现在呢 刚好刚才我就去买了这个 饭后甜点 Coconut Jelly 给你看 哇 爽 甜甜的夜香味 哇 天气 天气热 吃这个真的best 哇 天津肉 哇 天津肉 哇 哇 天津肉 哇 天津肉